今天法的開示是在2020年10月02日 中秋節的隔天 今天禪師呢 要給大家開示的是 對於安班鏈 特別是如何發展出 或安班鏈發展出 定力的基本的指示 如何培育定力呢 其實重點就是 單獨的對單一的所緣 單一的對象 持續的去專注 但是這個對初學者而言 非常的困難 因為初學者的心 經常是遊走在非常多的所緣上 接著禪師給大家的開示 所有禪修者的開示呢 就是如何讓我們的心呢 透過安班鏈呢 而專注在 專注在呼吸安班鏈上呢 可以持續很久 接著是對安班鏈的修行 基本的步驟 首先呢 是身體要做正 端身正做 做的姿勢呢 可以任何你覺得舒適的姿勢 如果有困難的話呢 不一定要完全的 可以雙盤盤起來 對有經驗的呢 就當然可以很自然的雙盤 盤起來是沒問題 如果是初學者的話呢 你可以讓你的腿是 前後腿呢 平放在地上 就是腿沒有壓到腿 一腿沒有壓到另外一腿上 接著呢 就是坐在一個坐墊上 坐墊的厚度高度呢 你可以去找你適當的 或者呢 甚至呢不行的話可以坐在椅子上 然後 適當的坐墊的高度呢 和厚度呢 可以讓你的身體比較舒服 並且呢 比較容易讓我們的上半身呢 可以端正 接著呢 就是身體 一點一點的放鬆 從頭到腳呢 一片一片這樣一點的放鬆 那要確認我們的身體的任何部位呢 都沒有緊張 因為身體的緊張啊 會帶來很多問題 包括不舒服跟疼痛 所以有緊張的部分的時候呢 你就要想辦法去放鬆 放鬆完之後呢 身體保持放鬆 讓它很自然 因此啊 當我們每一次在殘坐的時候呢 那要確保你一開始的時候 就讓全身都開始放鬆 接著是 標準的 安班念的四個步驟 首先是步驟一 步驟一呢 就是它的要點就是 吸氣的時候 很清楚了之是吸氣 吐氣的時候 也很清楚了之是吐氣 這個意思呢 是說呢 單純的 對著 鼻孔端 呼吸的 靜跟粗 單純的去了之鼻孔端 這個區域就好了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應該呢 只是 很清楚的去了之 我們的呼吸本身啊 只是在這個鼻孔端的區域 你不要 你不要 不要去跟著呼吸呢 進到我們的身體 或者呼吸的氣息 離開我們身體 都不要去注意 如果我們去注意 吸氣跟 吐氣 然後進到身體 或者離開身體呢 而不是鼻孔端的話呢 我們就非常難去 讓我們的定力呢 達到成功 如何只是單純的了之 出入息 只是在我們的鼻孔端 這個區域上呢 我們可以用 清淨道論的例子 來進一步的解釋 也就是 清淨道論所舉的例子 是守門員的例子 一位守門員呢 他不會去 特別的去注意 誰已經進來這個門 或者誰還沒進來 還在這個門以外 所以他的守門員的任務呢 他只是單純的注意 誰經過這個門 所以同樣的方法呢 呼吸 已經進來的呼吸 跟在外面還沒進來的呼吸呢 都不是禪修者所要關注的 禪修者的關注點呢 只是單純的 在呼吸的氣息 在鼻孔端那一點上 就像門那一點上 所以禪修者 只單純的注意 這一點上面的氣息 如果我們注意 跟隨這個氣息進去的話呢 繼續把這個注意延伸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定力呢 將不會達到成真禪定 接著是所謂鼠吸的方法 在安班內的第一步驟呢 可以用這個方法 當我們的心啊 經常想要打妄想 跑到遊走到很多地方的時候呢 你可以開始用鼠吸的方式 所謂鼠吸的方式呢 它的方法是 當吸氣的時候 了之吸氣 很清楚吸氣 吐氣的時候 也很清楚知道是吐氣 然後在一吸一呼 結束的時候呢 鼠一 所以 以這樣的方式呢 同樣 一吸 很清楚知道 一呼 很清楚知道是吐氣 結束的時候 數二 以此類推 一吸 一呼 數三 一吸 一呼 結束的時候 數四 一直到八 可以從一數到八 接著呢 再重新開始 再從一 可以再數到八 如此 可以一直再重複 然而 在用鼠吸法的時候呢 你的所緣 必須還是 出入吸本身 而不是你數的數目 數目呢 只是一個方便的工具 來讓我們的心 安住在呼吸上 可以用鼠吸的方式 一直持續 一直到心 開始變得穩定的時候 當心穩定的時候 就可以停止數 然後 單純的去知道 出入吸 讓出入吸 保持自然呼吸 單純的去知道 就可以了 接著是 安班戀的第二步驟 在經文上呢 我都說 吸氣 常的時候 他了知 我常吸氣 常入吸 土氣 常的時候 他了知 我的土氣 是 常的 吸氣 短的時候 他清楚的了知 我 吸氣的時候 是短 土氣 短的時候 他清楚的了知 我的 出息 是 短的 傳球者呢 可能會 會發現說 我們的呼吸啊 其實 有時候 是長 有時候 是短的 這裡的 長短 息呢 指的是 他的時間 的長短 不是說 距離 的長短 當 我們的呼吸 是 比較慢的時候呢 通常 呼吸 比較長 當我們的 呼吸 比較快的時候 我們的呼吸 會變得 比較短 傳球者 應該 就保持 讓他 很自然的 去呼吸 不要去 刻意的 刻意讓 呼吸 變長 或 變短 傳球者呢 只是要 單純的 去知道 在整個的 呼吸 過程當中 他是長 或者短 就可以了 當 傳球者 持續的 以這個方式 直到 長短息的方式 繼續修行的時候呢 定力呢 就會 逐漸 逐漸的 增加 甚至變得 很穩定 當 傳球者呢 有辦法 在 每一次的 傳球 的時候 每一座 的傳球呢 可以很專注的 去持續的 專注在 呼吸上 超過 一個小時的話呢 這時候啊 你就會 看 發現 的 氣息呢 開始 變成 產生 殘象 所謂的 殘象呢 就是 表示說 是已經開始 有定力的 一個象徵 通常呢 在 步驟二 的時候呢 這個 殘象的 顏色呢 是比較霧霧的 灰灰的 如果這時候 你發現 你的身邊 有一些光的話呢 那不是殘象 所以不要去 注意這些 把身邊旁邊的光 殘象呢 必須出現在 鼻孔端 氣息 出入的地方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通常 殘象會出現 但是 如果你有辦法做到 步驟二 很清楚的 製造長短息 但是沒有殘象 出現的時候呢 沒關係 你可以呢 再往前 到 步驟三 即便呢 在這個步驟 就已經有 殘象出現了 也是 也必須 再往前 向 進到 步驟三 以便呢 可以得到 更強 更好的 殘象 第三步驟呢 在經文的描述 是 他學習 我將 覺知 全身 而入洗 他學習 我將 覺知 全身 而出洗 這裡的 全身呢 是指的 全息聲 也就是 呼吸的 全體 不是指 說我們 從頭到腳的 全身 所謂的 覺知 全身 全息聲呢 呼吸的全體呢 指的是 殘舊者呢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呼吸 從 一開始 中間 到結束的階段 的過程都持續地去 了知 他 不要去分析說 他是 初中後 而是完整的 很自然去 了知 他的 整個過程 接著用 一個 批語來說明 這個要點 也就是 拒數者的 批語 一位 拒數者呢 他在 用 鉅子 來 鉅數 樹木的時候呢 在 鉅的時候 他只是 很 單純的 去 注意 鉅子 鉅子的 鉅尺 他 碰到 碰觸在 樹木的 那一點上 他是不會去 注意 整個 鉅子的 前 或者鉅子的 後 後面 他只專注在 鉅子 鉅數的 那一點上 也就是說 不管 鉅子 多長 比如說 他是 鉅子 一公尺 或者 更 長 鉅數者呢 他不會去 一面鉅數的時候 一面去注意 他這個 長度的 前 後 多長 所以 以此 類推 在 專注在 呼吸上的時候呢 不管 呼吸的 長度 是 多長 鉅球者呢 只是 專注在 鼻孔端 氣息的 出入 的 那一點上 當我們 努力 這麼 做 第三 步驟的時候呢 鉅象呢 也許 有可能 會 出現 但是 如果 可以做到 步驟三 但是 鉅象沒有出現的時候呢 可以在 持續的往前到 步驟四 即便在步驟三 有出現 鉅象呢 也可以 持續 往前到 步驟四 以便呢 可以獲得 更好 更強的 鉅象 步驟四 經文上的描述呢 是 他這麼 學習 我將 平靜 身形 而入 習 他這麼 學習 我將 平靜 身形 而 出 習 在這個步驟呢 他是 從 步驟三 可以 持續 有辦法 持續的 專注 呼吸的 從開始到 結束的 這個能力底下呢 再往前推進 因此呢 在這種條件底下呢 步驟四呢 的做法是 我們的心啊 只要去 作意 決定 說 我們的呼吸 可以讓它 變得 更加 維繫 就可以了 有些 禪修者呢 他 清楚 知道 這個步驟 就是 第四步驟的 這個細節呢 因此 他 可以很自然的呢 就在那個時候呢 呼吸 似乎就停止了 在第四步驟的時候呢 已經決意要讓 呼吸 更維繫的時候呢 有時候 會找不到 呼吸 因為呼吸 變得非常非常的維繫 這時候呢 禪修者呢 可能就會面臨 相當多的困難 因為 他的確 沒有辦法 很清楚的 看到他的呼吸 然後 逐漸的呢 就呼吸 似乎完全就消失了 找不到呼吸了 但是請禪修者呢 不要去擔憂 這個情況 不要因為這樣子 而停止你的禪修 有一些禪修者啊 會在這個時候 發現 呼吸 不見了 然後呢 他們就 離開了禪堂 不要這樣子 不要做這個事情 那樣的情形發生呢 是因為 我們的正念呢 還沒有強 還不夠強 還不夠強到可以去 了知非常維繫的呼吸 所以呢 殘留者應該持續的保持他的專注力 在呼吸 出入息 呼吸的 鼻孔的那一點上 一直等待 很有耐心的等待 逐漸的呢 他就會 呼吸又會開始出現 這個情況呢 可以用另外一個批譽呢 來進一步的解釋 也就是 木童的批譽 木牛的一個童子 有一天呢 木童啊 他的牛 走失了 但是木童本身呢 是不會去擔憂 這種情況的 因為呢 木童已經很有經驗了 那 木童呢 他不會就到處去找 牛跑到哪裡去了 他只是單純的等 等待 在 湖邊等待 因為啊 他知道 牛呢 最後呢 走失的牛呢 最後呢 會 口渴呢 會回到 這個池 湖邊呢 來喝水 所以那時候呢 他就自然就 很容易就找回 這個牛 同樣的方式啊 殘修者在 專注安班店的時候呢 不要到處去找說 出入席不見了 他跑到哪裡去了 殘修者呢 只是需要 耐心的等待 等待 這個 出入席呢 他還會再重新出現在鼻孔端 那 這種情況呢 就是當 呼吸似乎消失的時候呢 然後心就會 跟著跑掉 這種情況呢 其實很自然 因為 心呢 他一定要去 把持住一個對象 一個所緣 現在的所緣呢 是 出入席 可是出入席呢 他似乎消失了 不見了 因此心啊 好像就沒有所緣了 那心呢 就會去 切換到 其他的所緣上 這時候呢 就是所謂的心呢 就打妄想 跑掉了 如何讓心持續的 專注在同樣的所緣 也就是出入席上呢 接著呢 就是要用 一個思維的方式 來找回來 所謂思維的方式呢 就是要去 如理做意一下 這樣的 以下的情況 只有 七種人 他們是 沒有呼吸的 首先 一位死亡的人 沒有呼吸 其次 在母胎中的嬰兒 也是沒有呼吸 第三 溺水的人 第四 沒有心事的 也就是無色界的眾生 接著 在四禪的人 也沒有 接著呢 是 已經達到滅淨定的 滅淨定的 很高的定的 人也沒有 最後呢是 飯天 沒有 這七種人 沒有呼吸 所以剛才已經知道 有七種人是不會呼吸的 那是一個事實 我們就去 反思一下 如理做一下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上述的 七者之一呢 當然不是 所以啊 我 當然 現在 還有 呼吸 因為我想一想 我也沒有死啊 然後呢 我也不是 四禪的眾生啊 所以呢 我當然是還有呼吸 那我的呼吸 為什麼 似乎消失呢 那是因為啊 呼吸變得 非常 非常的 微細 很微細 所以我能做的呢 就是有耐心的 繼續 把專注力放在 呼吸的點上 然後有耐心的等 然後 我加強 我的正念的能力 當正念能力強 強度夠的時候呢 我自然就可以去 了知這個 非常微細的呼吸 所以問題啊 是我們的正念呢 還沒有夠強大到 看到 非常微細的呼吸 所以做法呢 就是 繼續的保持專注力 在我們的呼吸點上 那一點 我們要記得就是 我們上一次還知道 有呼吸的那一點上 然後就在那邊等 有耐心的等 一直等到 它重新出現為止 所以 要克服這個問題呢 那就是 是很有耐心的等待就好了 那 這時候如果成功的話呢 重新 了知 呼吸的時候呢 會很明亮的光的 殘像會出現 所以這時候產生的殘像呢 取向呢 就是很好 很強的取向 那有了取向之後呢 我們就 對我們去趨入捏盤之道呢 又忘牽了一步 所以禪師 祝福各位殘求者呢 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 開始 今天的開始呢 就到這裡結束 一個好 天啊 祝福 祝福 那